请收看维新世界一公立人天 道家慈航为台帝 万千万生来朝礼 共转世界永何平 三六天港南天来 其二天是天心海 五百尊者独祖林 五三个海上门开 对 这里先讲一下 因为先讲到天师 然后张艺匠这里的话 他最初在报道里面 在2008年10月17号 张元仙天师过世的时候 他在TVBS新闻的访问里面 他有说到说 其实他才是真正六十四代天师的家族继承人 张元仙只是代理的 然后就是当初说好 就是要给他一些钱 就让他来接这个位置 但是后来张艺匠他后来改口了 他说我就是六十五代天师 所以他愿意承认张元仙的这个道童 好 OK 那所以我们来看 其实这些天师到最后发的都只有万法中坛而已 但是台湾的人他们其实后来跟大陆流通之后就发现有所谓金鹿的存在 那最早去把金鹿带回来 就我目前研究 应该是北台湾的就是无极持母公 他最早到江西把金鹿请回来 然后在台北新庄发售 然后再来就是2015年4月 南台湾的就是中华法律道派 就是由苏清六道长他带回来的 从修水带回来的 就是在2015年4月在台湾台南就进行金鹿发售 他苏清六原本是张元仙身边的执事 对所以他对于一些内幕比较了解 所以详情可以去问他 不要问我 OK 然后这个是苏清六那个时候 他在修水普基道院学到的时候 把金鹿传承回来的这个过程 所以他本身有田路 然后后来变成合格路师之后 才回来台湾传售这些金鹿的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师承的法权在这里 OK 然后张义这样道团的话 他则是在2015年主天师圣诞的时候 就农历5月18日的时候 开始恢复寿路 就是7月份的时候 然后他这里的金鹿是从哪里来的 这个我目前没有直接的资料可以研究 所以这个可能还需要就是大家帮帮忙 然后他的席位的话 他就是后来就承携了65代天师 也就是目前在学术界 然后就是在台湾媒体影响力最大的天师之一 OK 然后这个是我那时候跟张义这样天师的合照 OK 然后目前张道真的话 就是天师竞争者之一的张道真 他们目前也有说他在发布金鹿 但他所谓的金鹿是 这个扶林法险 道法兴隆 这个凭证 其实他等于是万法中坛之外的另外一个license 就这样子而已 然后那里的就是受路者有告诉我说 当时天师跟他们说这个就是鹿 OK 但明显跟我想象中的金鹿不太一样 然后另外的就是跟军队有关的 就是张元县天师的金鹿里面 竟然有法教的武昌 而并不是正义道的所谓雷匠在里面 OK 我的结语是 因为经过战乱的关系 原本掌控金鹿 从明代清代以来掌控金鹿的张天师家族 他们就是失去了所谓金鹿的掌控权 一方面是政府 因为政府把这个家族给结束掉了 然后二方面是什么呢 二方面是因为战乱来到台湾 其实很多东西都没有带过来 所以在这个没有带过来的情况下 所以金鹿就只剩下这一张 就是作为正名的万法中坛进行颁寿 然后里面具体学习的东西是什么 其实台湾的道长们很多都是不清楚的 对 包含中国大陆也是一样 也是到2010年之后 金鹿公开化之后 慢慢的大家才开始研究这个议题 包含像刘仲宇教授或陶金教授 还有就是齐教授等人 大家就研究这个进入 才慢慢的把这个东西建构起来 然后在台湾的话 则是由李峰茂教授 谢冲辉教授等人 在不断的努力建构这些东西 所以我相信未来道教的进入 会大家越来越明白 越来越了解 那些非张天师家族的人 为什么他们会追寻进入呢 根据我的访谈 其实他们也都是秉持了向道之心 认为说这个万法中坛 背后应该还有的被遗忘的一些东西 所以他们秉持着自己的道心 各式的找回自己的进入 包含自己身为天师的这些竞争者们 张艺江也好 张道真也好 也为了弘扬自己的道法 或者是宣扬自己的正统性 也开始慢慢的把这些 被遗忘的进入找回来 OK 以上这是我的报告 谢谢大家 奥博士这个刚刚他长期田野调查经验 跟他实际的一个跟这些当事人的接触 所以这个研究范围层面非常广 而且关顾往前追溯到这个和魏晋南北朝开始往下讲 讲到当代台湾的现在进行式的五大天师的系统 这个可以为我们现在台湾道教的现场 道教发展的现场的历史现场 在我们这个学术会议里面做一个学术性或是历史性的见证 这种来龙去脉 如果没有经过毛博士刚刚的这一种 提纲气零 简洁恶药 甚至是有画龙点睛之效的一个论述的话 我们这个民间方间对这个道有爱好的大德 这个不太容易了解其中的原有 为什么目前天师有五个 那原因在哪里 而彼此针锋相对 这个如果没有进行一种历史性的爬梳 还有晚清到近现代华兰历史 特别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爬梳的话 我们其实常常一般的社会善心大众 都是物理看花不太了解 所以我们非常谢谢毛博士他的一个梳理 帮助我们很多一些古代跟现代的 关于道教方面的一些历史跟知识 我们接下来请王博士来宣读 他的一个关于天一路的主题性的研究 请 郑老师不好意思 因为王博士他有一些状况 所以现在还留在大陆没办法回来 所以他就跟我说 就是请我代替他继续迅速 好谢谢 不好意思啊 占了大家那么多台面 不过我这里偷一下王博士的时间 我刚刚没有说到 为什么会有出现五大天师 因为其实从民国79年的时候 对不对 张元宪天师他认为说 我不要给国家造成困难 因为国家每年都拨几十万的经费给他 所以他后来自动跟国家说 我不要这些经费了 但是一旦没有经费维系这个神权的话 对不对 那就代表着什么呢 那代表着国家本身不会控管这个东西 那国家不会控管的前提之下 那就代表着 所以其实你在我们法律的保障下 你自称第几代天师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OK 因为我们台湾是自由民主的社会 OK 那我们今天来讲 这个天一路在台湾的发展 其实天一路是一个很特别的经路 他在那个清代的33品阶的正一法路里面有出现过 但他本身的一个建构来源又相当的复杂 但又简单 简单的地方在于什么 就是我们要求长生 要求身体健康 我们可以受天一路 作为一个祈福路 但是复杂的是 他不只有祈福的功能 他可能还有职位职贤的功能在里面 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其实我后来有发现 就是他目前这个世界上 目前有三个天一路的传承 一个是属于修水的天一路的传承 另外一个是之前张文正道长 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在这里 张文正道长之前在维新 那玄门征中展现出来的 就是另外一个天一路的传承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上海城皇庙的传承 但详细的情况的话 我目前对修水的这个传承是比较了解的 OK 那修水的天一路 它全名就叫做天一宝路 它的传承背后主要是以道教作为一个中心 就是道教的轻微道中的 就是天师科派 这个派别作为中心 进入核心 然后再来修水这个地方 它本身又是什么呢 佛教的大正 像我们禅宗的那个黄龙祖师 黄龙禅师 他本身就是在那修道跟成道的 然后再来就是民间药商盛行的地方 以前江西这个地方 人家又称为 尤其是张树区这个地方 人家又称为药都 所以江西境内都有所谓的十三药邦 就是这些都是所谓的药商 药商集团 他们会彼此流动 然后他们本身又有一个信仰 就是所谓的药王会上十三代祖师 或者药王会上佛菩萨之类的这种信仰 就会用一张红纸贴在这里 然后在这里拜这样子 所以我认为说 天一路在江西的 天一路的这个行程版本 它很有可能就跟这些背景有关 OK 那我来大概讲一下 所谓的药王会是什么 药王会其实是一个 不是一个组织叫药王会 它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 就是我们在念佛经 或者是我们在念经的时候 都有所谓的那个什么 连池海会佛菩萨 或者是药王药师会上佛菩萨 就是这些会 就在这个群体里面的这些神仙 或者是祖师们这样子 OK 那这个药王会上历代祖师 它主要是十三位 然后这十三位的话 基本上就是从 就是宣元寺传下来到孙思苗之类的 但是我有发现一件事 基本上他们的内容人物都是差不多的 但是他们的排序有点不同 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因为这个疑问 然后我就跟王博士 就是这个上海的王博士 就是有讨论 就是说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 会不会是当时版本印刷的一些问题 或者是民间不懂这个东西 然后把它错置了 然后结果我们后来发现 这里面是别有洞天 别有奥秘 OK 所以我们刚刚有讲到 就是说 其实中国传统就是汉衣或汉药的一些行会 对不对 我们在这里叫做药商好了 虽然这个用词可能不太精确 但这些药商里面 他们本身是要医治 然后同时也是要贩卖这些药品 对不对 然后所以他们会希望说 我自己有个祖师爷 就是像神龙大帝 或者是像皇帝之类的这些神明 这些祖师 来作为保护我 可以行医救世 或者是让我可以采到好药的一个 就是庇佑救世了 OK 所以当时这个药王盛行的 这个祭拜地点就在哪里 又在江西 然后修水又是属于江西省的这个范围里面 但其实更严格来说 应该是整个江南地区 都是所谓药商流通的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后来有发现 就是在这些地方都有一类的文献 叫做药王十三代歌 就一样是十三代药王 但是他用歌唱的方式把它唱出来 但是每一个药商跟所谓药帮里面的 十三代药王的歌曲却完全不一样 排序不一样 假如这个人明明是宋朝人 但是为什么一个唐朝人排在宋朝人的后面 很明显不一样 因为是先唐而后宋 对不对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想说 会不会古人不懂的措置 没有 结果我们后来发现 原来这个顺序配置的问题 竟然是什么呢 我们药商之间我们本身会竞争 所以我要怎么知道你是我的人呢 那就按照这个顺序下去排 这个顺序不一样 我跟你不同挂的 所以我不能跟你合作 但是假如念一念之后 我们两个的顺序排行是一样的 那我们可以合作 所以我们 你看这很像那种黑社会 对不对 就是彼此来辨别 自己是不是你的人 这种暗绝的这种手势 其实很多 其实我们道教也好 或者是佛教也好 其实很多这种 所谓的黑化黑绝 其实都蕴藏在 咒语 陀融临 手印里面 这些东西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 OK 所以这个药王十三代歌 跟这些记者里面 他们都有提到药王会上的这个东西 所以药王会后来就简单来说 这就是一个祖师的意涵 所以就叫做药王会 OK 然后在修水 就是轻微道中的这个传承里面 他们的牌位其实非常复杂 OK 就是有很多祖师在上面 然后其中这个祖师里面 也有一位就是 祖师三界药王 就是药王天一大圣 这个在这里面 其实意味着就是说 其实天一的这个传承 对不对 有影响到就是修水代事 就是他们负责人是姓代 代家的人 所以后来慢慢建构出来的经路很明显 可能也是受到这个药王 就是在地本身就很盛行的药王信仰有关 所以我在这里跟王博士那时候讨论出来 说这个天一保禄的建构 很有可能就是出于江西地区的药行 或药商或看医之类的背景 然后再结合就是原本的这个信仰里面 所诞生出来 因为我们道教有所谓的就是天一 天一参或天一法医法科那些 我印象中我们这一次的这个研讨会里面 也有一位老师有讲到这个题目 对 详情可以去问他 所以他又跟道教原本的天一信仰做结合 然后再加上他本身就是说 有没有可能这样 因为在以前的医生都会 他本身也是会学一些宗教的东西 其实是有的 所以我本身也是希望说 我可以就是有神明的服务 然后让我做这件事 所以这些人很有可能就是会去受药王禄 或者所谓天一禄 这样子在身上 然后有趣的现象是修水这个地方 除了是药商的重地更是佛教的重症 然后我们在药王禄里面 竟然还看到的就是 药师流离光如来本院经 这个完全不是道教的东西 完全是佛教的东西 这个佛教的经典点 我们可以仔细看看 它其实跟我们所知道的药师经来说 是相对浓缩的很多 然后这个我们自己目前判定的话 原本的药王禄建构的过程中 最早可能没有这个东西 那为什么会把它归纳进去呢 因为这些修水民间在掌握进入的人 他们本身的就是学术水平并没有到很高 所以其实对他们来说 信仰跟效果哪个比较重要 答案是效果 在我的看来 我们台湾人的心态 你去这间庙拜拜 如果他没有保佑你 我就不会去拜了 对不对 这是很现实的一个那个 我们中国人是一个讲求物实主义的一个那个 对不对 所以这个效果有用我就拿来用 物以类聚我就拿来放 所以药王位上佛菩萨的药师经 竟然被编到了药王禄里面 变成药王禄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领受经典 然后药王禄它本身又有分成两种 所谓的阳禄跟阴禄 那什么是阳禄 阳禄就是我本身是汉衣或者药商 那我做药王禄可以让我行医 或者是在采药 制药 卖药的过程中 一切顺利 一切平安 然后也可以给对方带来祝福 那么给阴间的是什么呢 因为其实我们华人都相信我们就是 道教或者是一些民间宗教里面 都认为说灵魂就在受态的时候 慢慢的就是扩展到全身 所以呢 灵魂跟我们的肉体是紧密在一起的 所以我们肉体一旦损伤灵魂会不会受伤 其实某方面来说会的 这尤其是在 这个说法的话在天地教的信物议员的这个说法 其实蛮完整的 但其实这个也是承袭道教原本的这个说法 所以你灵魂受伤了那要怎么办呢 那你就只能 我们台湾话有说这有偿 就做药颤 就是把它伤掉的地方把它补足 其实在这里面的天衣保禄里面 它给王者使用的 确实就是拿来做药颤的这个功能 所以这个进入横跨了就是民养两界 不是说只有你阳间的人才可以受 而是阴间人本身也是可以领受他的一些能量 OK 然后目前天衣路在台湾的话都不对 就我所知道有三个传承 一个是张文正博士他手上的传承 但我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 这可能我要再请教他 另外一个是上海城隆庙 听说也有就是传承天衣路 然后台湾也有人去领受过 然后再来就是刚刚说的修水 就是苏道长那时候去把它请回来的 就有这三个传承 然后苏道长目前的话 他基本上就是用寿路仪式的方式来传授这个金路 然后天衣路来到台湾的话 就目前的传播来看 以个人来说的话 我的话是在前阵子有发表一篇 就是修水道叫轻微道中金路传承发展 以天衣路为例 我有写这篇文章 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参考 网路上下载得到 就是来探讨说天衣路的由来这样子 然后能够完成这个文章 也要感谢苏道长跟王博士的帮忙 就跨海帮忙这样子 所以这个金路传承的过程 他在这个地方除了就是用寿路仪式之外 他们本身还结合了就是所谓的网路影像 就是所谓的YouTube 就是所谓的自媒体 就把它弄出来 然后还有就是出版成册 然后在这里面就是苏道长跟曾道长 他所拿的这个天衣路里面 其实是把修水的古简 在台湾再把它优化的 要不然的话原本都是板印踏印出来的 这里面就是所谓刚刚说的13代药王的那个圣像都在这里 大家有兴趣可以大概看一下 它的顺序其实仔细看都是不太 就是可能跟我们一般了解 就是历朝历代药王的这个传承世系是不同的 是有一些偏差的 因为这个就刚好是属于修水这里药商的什么呢 他们的暗语 对 这我们目前推断出来的可能性 OK 好 那我们在这里的话 除了讲到药王路 它本身有这个祖师的这个传承之外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格式 其实跟就是太上三五都宫经路里面 有一卷经路其实是不谋而合的 就是它怎么会把历代祖师把它串成歌 这个很明显是药商在做的事 但是你一旦经路化了 就变成道教化了 那你是不是要顺着道教传统来做这个改变 那它的参考依据是什么呢 我后来有发现就是三五都宫在这里 就是它里面有一卷经路叫做金服路主 它就是把第一代的张天师到第六十三代 或者是有人把它做到第六十四代了 就是历代的张天师把它做出来 这个是药王路里面的内容 OK 很长 天一路里的内容 等一下道长方便把就是金服路主拿出来吗 没有没有就是三五都宫的 对对对 这个金服路主其实就是历代天师在里面 所以后来很多经路里面 假如我是靖民宗的我就会把靖民宗的就是祖师把弄出来 从陈母啊或者是从许真君啊这样子这样一个一个传下来这样子 然后我是属于毛山上青宗的 我就从魏华纯 三毛真君魏华纯阳熙许密这样子传下来 然后那这个的话就是历代天师的金服路主 就从第一代到第六十四代这样子 因为后来就是苏道长把金鹿带回来台湾之后对不对 他认为说中华民国政府方面至少还承认六十四代天师的 所以他这里面多了一个六十四代天师 要不然原本的话是到六十三代而已 因为到张恩浦的时候 目前全世界功能基本上就到六十三代而已 OK 所以呢其实我们这里可以看 就是金鹿它受到的这个大环境的影响而产生了变体 这个变体在修水这个充满卖药就是汉药的地方对不对 它就发展出药王路或者所谓的天一路 那它有没有可能在其他地方跟在地的一个文化特色 跟信仰结合在一起又产生一种新的进入了 其实是有的 像是江南地区的话 因为那个地方其实很多人在做生意 而且他们对穆斯林的商人都很欢迎 就是很多人都会在那里做生意嘛 所以他们曾一度有一个顺口流叫回回净宝 回回净宝就是每次都有钱嘛 但是这里的回回它是双关羽啊 回回它指的又是什么 又是指穆斯林 对啊 所以呢 它回回净宝意思就是我因为穆斯林的关系 所以我又有钱 对 对这个是太阳三五度共的营养品 什么是营养品呢 其实刚刚我们有说到就是说明阳两界嘛 其实在早期万法中坛出现之前呢 有所谓的阳品 阳品就是说你们仔细看哦 这个是符咒 大家可以站起来看 是不是都被切成一半了对不对 为什么另外一半到哪里去了 其实它就是把它烧掉 烧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了 就是由上天就帮你保管 就是另外一份 然后等到就是道士或者修道者过世之后 他就把它化掉然后配在身上 就是暗示着说我死掉之后 就是拿过去跟他这个合同对一下 我就是完成了我在人间的使命 接下来就是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面 有一个另外的新生跟道路在里面 OK 好 那天一路基本上就介绍到这里 我觉得它就是以三五度共 就是正义的这个传统发展出来 然后呢 后来再结合在地的一个民间信仰 就是所谓药上信仰 而发展出来的一个特殊的一个经路 进入的那个什么形态 OK 我就大概报告到这里 我们非常谢谢这个毛博士 这个我们也 遥助王博士在大陆一切平安顺遂 希望他这个如果交通方便的话 可以早日回到台湾来 因为台湾大概还有很多事情要忙 那我们这个打什么水棍上 这个正在热 我们接下来就请那个曾博士 还有这个苏道长 两位道长 就我相信接下来这个就是非常实物 而且也有学理的探讨 应该是非常精彩的一场这个专题的报告 我们是不是就请那个曾博士开场 好 请 谢谢郑教授 各位同道大家好 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 就是说 这个生神路 那我们大家耳熟能详 尤其在我们台湾的西岸 以及南部 很多地方的神奇 像说是 有应公 有应妈 后来就是变成 生神之后就变成什么仙姑 什么王爷 某府的王爷 林府王爷 王府王爷 这一类的 那么在台湾目前 在台湾目前 就是在我们做生神路这个法事之前 大多数都是用 譬如说我到开启玉皇宫 我去领个玉子 就是所谓的生神 但是这很可惜 为什么 因为我们以学理的角度来讲 这必须要有一个有评有据 真评实据 那么在我们 在今年 就是刚做不久 这个法事刚做不久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所谓的浑身 我们就是在一般在 商葬的法事上面 我们看到 这就是浑身 今天我们要讲这个部分 这是我个人的小档案 当然因为我去不务正业 离开学术圈好久 我现在在从事道教的一个法事展演 那我们风神就是我们知道耳熟能详 风神来自于小说 风神演绎从江太公开始 那这个东西是神话故事 但是我们常常如果我们把所有神话色彩把它剥削完之后 我们的信仰再也不是信仰 那必须要有神话色彩 那么在我们讲道教的封神跟深神的部分 那么我们讲封神 那在我们政治大学高教授他有讲到朝风 道风跟民风三个角度 那么所谓朝风呢 朝风就是我们朝廷或者是官方去封这个神 那道风呢 就是由道教的科医展演 经过这个科医的演扬之后 帮这个灵魂生成神格 那么民风呢 就是像我们很常见 以现在台湾地区也很常见 就是有应公有应妈 这些地方的神奇 地方的鬼神 拜久之后很灵验 比如像早期有大家乐时代更多 比如说拜一拜鬼魂拜一拜 中了几次彩票之后 他就当成神了 那现在这近几年都还很多这样的例子 那所以说有三个角度 第一个就是朝风 第二个就是道风 第三个就是民风 那么深神路由来 就是说当然就是从祖天师跟太上老君两位 他们两位的私底下的契约 那变成说受了三天正法之后 有了太上三五正一蒙威路 那当然这刚刚在毛博士的介绍之下 大概大家都耳熟能详 而且在台湾的道教界也很普遍 受了三五独宫经路跟蒙威经路这两阶是最常见的 那么在为什么会有深神路这部分 就是说因为我们其实在道教崇尚自然的这个阴运以下 变成说大家很重 包含连死后的世界 我们都必须去关注 所以它有一个生前死后的概念 变成说一辈子目到修真 到了往生之后 灵魂到下一个世界下一站去的时候 它也要有一个归宿 所以有一个深神路的 这个经路的问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